我们开始煮饭了 大家好,我是乐乐兴 上次的话煮那个鲈鱼有点失败 本来是煮得很鲜嫩的 但是变得就煮得没有味道 然后这次的话我就改进一下那个烹饪方式 改为清蒸 上次是谁煮 不好吃,这次改为清蒸 上次煮不好是因为我那个锅没有盖子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新的锅 买了新的锅就可以蒸东西了 除了有蒸锅之外还有炒锅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鲈鱼了 但是在煮鲈鱼之前呢 先把辣辣可乐的饭菜煮好 先煮你们吃的辣辣可乐 把地松肉水煮 煮热煮熟就行了 趁着在煮鸡肉的时候呢 先处理一下这个鱼 先把它就划开片 划开片 好了,这鲈鱼已经刮了很多 开了很多刀了 在煮之前呢 首先先鱼处理一下 首先呢在鲈鱼上面呢就撒上一些盐巴 一些盐巴 涂抹均匀 这个步骤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把鲈鱼上面的一些粘液啊 还有腥味啊去掉 好了,然后把盐呢在鲈鱼身上涂抹均匀 那样就可以去到鲈鱼身上的那个粘液 还有血那个腥味了 然后将这条鲈鱼呢 从中间切开 中间切开,切开它 对对,从中间切开啊 分开它,分开它 把它分开,把它分开 然后的话呢 就是把它切,切成两边 把它切成两边 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不要切到手 不要切到手 要小心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怎么那么难的 看别人一下子就切开了 怎么 怎么 好像 有点 难以控制 切开 切开 小心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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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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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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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啊 算了 就这样吧 啊 就这样算了 切到这样已经很麻烦了 然后呢,刚刚忘记了 也要在里面轻轻的划两刀 同学们,注意不要划破 不要划破 这样划它主要是让它受热均匀一点 受热均匀一点 划两刀划两刀,都划两刀 鱼切好之后呢 现在那个鸡松肉也煮好了 现在就盛起来,给浪浪可乐吃 好了,开饭了 烧香,没错 光剪 谁呀 还有这边的 吃吧吃吧吃 这上面还有一袋 都放下来给他们吃吧 你们喜欢吃就是了 够你们吃很多吃 慢慢来 不好吃 热辣可乐 不用抢 有很多啊 这里还有啊 这里还有一袋盘 都是鸡肉 都是鸡肉和狗粮 吃饱一点了 喂完狗狗了 接下来就继续煮我们的清蒸鲁鱼 先把切好的姜片呢 就一片片就铺在这个 这碟子上面 铺在上面 铺在上面 把它铺铺好 把切好的鲈鱼呢 这样放上去啊 下面有姜片 然后把切好的鲈鱼 这样放上去 这样造型就漂亮了 漂亮 现在呢就把整个鲈鱼 这样放放进去啊 这样放进去 我们呢就再从边边那边 倒水进去 倒水倒水 等之前呢我们现在 鱼身上啊就 倒一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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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 让它更好的受热 然后更好的熟透 把那个油啊涂抹均匀 给这个鱼呢做点马撒机 涂抹均匀呢每个地方都要细心的 不能不能不能错过 给这个鱼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做个马撒机 舒服 是吧 好 好了 清蒸鲈鱼呢就开始煮了啊 开煮开煮烧水烧水温度 赶快的把那个水啊烧开 然后呢我们就盖上盖子 这样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有点有点有点难盖上 盖上盖上盖上盖 这样 等它等它把那个热水烧开 然后在里面 蒸个 大概7分钟左右吧 烧开之后即时啊 7分钟左右 就行了 好了好了 水滚了现在呢即时 等个7分钟左右就行了 哎呀已经闻到鱼香味了 这次新买的那个锅呢 就真的很有用 咦怎么怎么真的真的 没反应呢 怎么真的这么没反应呢 嗯 停一下停一下 到底到底干嘛 到底干嘛 没水了吗 水不够 又又可以了又可以了 哎又可以了 不管不管不管 继续蒸继续蒸 还有几分钟 这次刚刚 你要知道什么 我是说 这次新买的那个锅呢 就好很多了 你看 啊 上次没有盖子的水 就蒸都蒸不了 这次有盖子 那水就不会漏出来 嗯 还是蛮方便的 好了 蒸了7分钟之后呢 就把鲈鱼拿出来 嗯 应该也是手透了 鲈鱼蒸出来了 把把准备好的一些姜丝啊 嗯 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 均匀的撒在上面 啊 均匀的撒在上面 啊 还有一些红萝卜丝啊 萝卜丝也撒在上面 哎 这个切的有点多啊 好像 不管 反正 反正 萝卜也可以生吃嘛 是吧 嗯 都倒进去 倒进去 还有还有这个 嗯 就是蒜头啊 蒜头也倒进去 然后呢 再把油热一下 然后呢 把那个油热 热起来 那个油热 已经够热了 然后呢 把这个油呢 啊 关键 关键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把热油 倒上去 倒上去 哦 看到吗 看到吗 哎呀 看到吗 哎呀 越洋越 哦 越洋越 越洋越上啊 那个 哦 哦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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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看到吗 看到吗 哇 哎 大 大出风放 大出风放 最后呢 再倒点酱油进去 酱油 均匀 均匀 这边倒一点 那边倒一点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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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清蒸鲈鱼啊 已经煮好了 饭菜 已经煮好了 都 嗯 嗯 然后呢 现在就先让我试一下 这些配料 像是淋了一些油 嗯 嗯 有点酸 不过没关系 这只是配料 然后蒜头看一下 嗯 嗯 嗯 有点 有点辣 也没关系 嗯 主要还是这 这个正菜 这个 鱼呢 看它熟不熟 鲈鱼 嗯 我们 随便弄 弄一块肉 吃一下啊 紧脖子的肉呢 应该是比较难熟的 试一下那个肉 熟不熟 看啊 晶莹剔透了 白白润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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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鲁鱼啊 那又 又汁呢 就很鲜了 嗯 鱼香味很浓烈 嗯 比如我上次 煮那个水煮鱼鱼 就好很多 上次吃的那个水煮鱼鱼啊 那个鱼的香味都已经有 都已经被那些水啊 冲淡了 嗯 跟这一次呢 就完全 完全没有 完全呢 呃 鱼的肉味啊 都保留 在鱼肉里面 嗯 嗯 然后 嗯 也不腥 也没有腥味 嗯 吃起来非常的香 嗯 然后 加点菜啊 加点蒜头啊 一起吃 嗯 好味道 真的好味 嗯 这一次 清蒸鲁鱼还是蛮成功啊 就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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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啊 再加点 红萝卜丝啊 再加点 蒜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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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Merry good 好吃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造型啊 鱼月龙 就挺拔 活跃 嗯 然后双眼 然后双眼呢 就 红红 红武有力 像鱼月龙们一样 嗯 非常的有生机 非常的 充满活力 又有 又能看 又好吃 这 难得 难得 是我 为数不多的 煮的相当成功的一道菜了 嗯 不错不错 嗯 好吃 嗯 好继续享受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